2014成都车展我身后是全新的北京汽车BJ40的磨合电驱版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磨合电驱的BJ40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插电混动的一个增程式的越野车 那这台车对面可是哈佛和坦克 这两家我跟你说有很强烈的竞争意味 但是这台车一点也不弱 首先大家都知道BJ40它有着非常出色的越野性能和脱困能力 比如说像它的刀锋英雄像它各种版本非常的丰富 但是这台车它不仅能越野同时它的浓厚还非常低 它的纯练续航也很长 下面我给大家来逐一的来解析一下 首先它的外观你可以发现 它的外观跟汽油版本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有的非常不错的接近角离去角和离地间隙 并且你可以发现像这种无框的玻璃车门 并且你可以发现它的侧面还有一个D字形的车窗装饰 这个其实提升了这个车辆在侧面的一个识别度 也是一个很好的点缀 那车尾方面依然是背负了一个特别大的备胎 如果以外发生漏气换备胎非常方便 那尾门也是一个上下可开启的取物品 会比较方便 这个其实跟木马人这样的经典设计是同中同源的 动力方面 全新的BG40磨合电驱采用的是1.5T的增程动力 双电机最大可以爆发403千瓦和655牛米的一个性能 那零百加速只需要5.5秒 并且这台车车油耗特别低 综合油耗百公里1.39升 亏点油耗百公里是8.68升 并且它还有着155公里的纯电续航 和1200公里的综合续航 越野方面也是BG40的强项和根基所在 那前段时间我的朋友就开着汽油版的BG40 一路非常通畅的就爬上了老掌沟的好汉坡 而且是大雾天气啊 很牛逼 那这台车呢 它有着电机的加持 动力会更猛 而且它还有前中后三把锁 所以越野会更加的厉害 后续这台车上了之后啊 咱们争取第一时间拿到试驾车 给大家做一下深度的试驾和体验